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很快又到第三節了 有機會跟阿詹純和阿貞營說教會真不該的事情 教會真不該的事,阿貞營在這裏 你是不是基督徒,但你會不會對教會有很多的意見 其實我不是基督徒 恭喜你 我不是很喜歡教會 其實我最不滿意的一件事就是他們經常講公義 常常說上帝會賜公義給社會,最終會有公義 他們祈禱都會說上帝給社會有公義 最後加上去阿門 但實際上他們是對社會零關心 即使他們關心就是做義工,慈善那些 但他們沒有想過從政治社會層面去做一些可以爭取公義的事 譬如普選、綠石遊行,他們從來不會出來 我覺得這太政治化了 但政治和公義是息息相關的 你不說政治,你說什麼公義,就是阿門公義會來 或是四川鎮災,又重建了 但這不能去到問題的根本 問題根本就是關那種政治權力的事 那就交給上帝吧 那就是阿門,以為公義就會來 嚇了就悶,就封了到門 這個政教分離的神項 我相信阿朱sir可以說 指揮他們方法的政教分離 就是適合他們說的時候就政教分離 到他們要有利的時候就不正確分離 是啊 其實本來八四年中英談判之後 去到九六年左右 有十二年時間左右 香港教會有批好一點的科目派基督徒出來 其中有些就去了做了現在的政客 或者有些就做了大學教授 是嗎 他在逃新當年不是 他在逃守望寫的 所以現在就對他超級失望 搞成這樣的鬼款 是不是 好了 現在 你明白嗎 那時候有一批說要很關心社會的基督徒 當然這批人裏面有很多現在不做基督徒 你問我 我雖然做神學家 做了一個反教會的神學家 但我其實不是反教會 我只是希望教會變得更加好的 好了 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 為何會越搞越差呢 就是 九六年之後 整個教會由於整體上層的權力分子發覺 如果他採取一種和政權對抗的態度 他會損失很多利益 開始他們就轉型 突然間那年就搞國慶 這個國慶當然一搞越搞越差 之後就九八年 又再搞 我們幫你抓人進去特選委 就是那個大選舉團 那時候是四百人 之後連年都搞 每一次 那個選舉團要再換人的時候 他又幫他搞些什麼 所謂教內普選 找些宗教的代表 所以 整個教會就開始走向這個 和權力暗中合作 這種暗中合作在美國也是出現的 表面政教分離 實際上和政權是暗中合作 組成一種非神聖同盟 或者他們自己認為自己是神聖同盟 在真基督徒眼中 就是非神聖同盟 是很醜陋的 信眾不知道 信眾不是不知道 信眾很多其實都知道 相信美國會知道 不是啊 香港的信眾 上年幾個關中產有一批人都會知道 其實九六年的時候 九國慶的時候 很多當時的中產基督徒 是很反感的 但當然有一批這些人會走了 第二就是 這批人那時候是很肯去六四 去七一遊行的這批人 即是你不能說 六四七一裡面沒有基督徒 有很多中產基督徒 不過問題就是 香港教會整體來說 他沒有在這裡再走前一步 真心真意跟耶穌那個教導 他說要改革這個社會 你一定要為公義進行一些鬥爭 其實我們都不是 我們都很怕死 我們不敢為公義進行一些很激烈的鬥爭 但至少基本的鬥爭你要進行 基本出來遊行 基本出來支持這些事情 你是要做的 但是如果你們那些基督徒肯做 那些力量會大很多 但是過去這十幾年 基本上都停了 那些人不做了 然後開始搞這些毛利沙拉 什麼全球祈禱日 祈禱到死也沒有用的 對全球暖化也沒有用 對全球飢餓也沒有用 對全球的不公義也沒有用 對中國的維權也沒有用 也只是永遠在搞扶貧 保育 只是在搞補獲式的所謂關社 所有那些爭取的關社 一點都不敢搞 對政權一點都不敢做 很慘 那教育會跟我說 就跟你說 這些東西很多元的 不是你說的話一定是對的 對 最好就是分工 我們就永遠不做 你去做下去 就是這樣 那你問一下精型的 你不要說我們不對 作為關心社會的年輕人 就會覺得怎樣 像阿詹Sir這樣 先知性的批判這麼感動 對啊 先知只有幾個 你做下去 其實我是覺得 怎麼說 我身邊也有不少 上教會的朋友 即是年輕的那些 其實他們 我也很年輕 他們是零批判的 他們是說服從服從服從 可能就是因為基督教的信仰 就是你要服從上帝 信服 你要信服上帝 其實他們零反抗意識 零批判 總之就是整個綿養 真的好像耶穌所說 你做一隻綿養 他們綿養到 或者是對於社會的那些不公義 或者是真正的罪惡那些 其實他們是可以很麻木的 即是沒有什麼批判意識 或者是會憎恨那些罪惡的 其實沒有 他們就是這樣 聽人在覺點腐乳吃鹹 即是他們信服上帝不信服人 聖經華人 我自己兩個女兒都是這樣 是嗎 是嗎 沒有理由的 你怎麼教啊 我只是一個失職的老爸 我都教不了他 因為他自小翻教會 自小翻教會 便封到老爸 你帶他翻 不是 我比較懶 我怎麼會帶他翻 我自己也不翻 聽來也多餘 但是我想解釋給你聽 我如果在他的年紀 可能跟我一模一樣 他說 在那個年代 我們大學的團契 還有少量的反省 是被那些水佬逼的 是被哪些人逼 呂大陸這些人逼我們的 逼我們反省 我們才會開始想的 我想了二十年之後 我今天變成這樣 呂大陸變成這樣 那就多謝他了 是嗎 問題就是 你要說回這裡 其實他們那個瘋佬 是很有趣的 是完全不明白自己在這個世界 在世界裡生活的 完全脫了折 他們是說只要信不要想 耶穌說只要信不要怕 是的 哇 你也挺俗的聖經 是的 那教會的出路是什麼 現在教會 你繼續丟人進去教會裡 他繼續製造這些人 其實你沒有的 你是要改變教會文化 你要開另一批教會 是不是搞這些東西 因為不要回教會 你如果每一個星期的教會 還是教這些蠢東西 看這些蠢書 好像剛才那本的難書 你就會死定了 現在教會的文化 那個基礎 所謂的文化 已經變成這樣 由於出版事業 都是這些 因為只有這些書買得 他就會繼續做這些 教會傳媒都是這樣 那些影音子傳 那些陷糧都是這樣 教會傳媒 那裡更加膚淺 那些陷糧都是這樣 那些 大哥整件事就是蠢了 你那些什麼茶經式經班 那些全部用一些 低低難難的書 去問一些低難的問題 是不是 其實香港 是不是 其實有什麼辦法 不要那麼蠢呢 我也不知道這樣說 我要問一下 阿清營 如果你是一個 教外人的角度 你覺得有什麼可以做 就是對那些人 或者對教會 有什麼可以做 是的 對你那些朋友 其實做到的事真的很少 不過我知道 派別他們有個 叫做回歸基督精神同盟 這些真的要推廣 究竟真正的基督精神 是什麼呢 而不是做那些 去買阿琪那些 不是那些自衛事業 其實應該要去參與 這個社會運動那些 其實以前有一派 現在就沒有了 不過沒辦法 其實我們唯有 現在重新開始試做 那為什麼教會 那些人那麼蠢 喜歡被人管 譬如五三十六十 很出名 很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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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所謂奴隸的幸福 馬克思主要說 其實是一種很奴隸的幸福 所以為什麼大部分人 都可以接受 寧願在那裏面 而從來都不需要再想 有依靠 有依靠 而且他能進去裏面的心 他有一整套論述 是圍繞了他 在裏面 是走不了出來的 我們好像之前說 真的很難做 但我們還是要慢慢開始做 就像傻義Sir所說 多點看我們 回歸基督精神同盟 多點看這些節目 新人透視 看看傻義Sir的文 那些 留意 青台 新的台 先買一套 謝謝傻義Sir 和精盈 新的 cleanradio.hk 好 再見 拜拜